地表下层摇杆 地表下层就是我们脚下的一切 地球的历史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埋葬于此 同样隐藏在海洋表面之下的世界也充满了尚未被发现的奥秘 今天我们知道如何收集关于海洋和地表之下的信息 不需要在潜水或者挖掘 很多地下的现象会在地表留下各种证据 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其地表以下的数据 则可以预测和解释这些现象 卫星摇杆器无法观测到海洋和地面下方的深处 然而许多重要的过程和特征都发生在地表下层深远的地方 因此找到一种方法来研究它尤为重要 海洋和陆地下层可以在区域或全球制度上给我们提供理解地球物理过程的关键信息 摇杆提高了我们对地表之下的认识 这是一种非破坏性并且快速的观测方法 而挖掘不仅具有破坏性而且缓慢 它可以在短时间覆盖大片区域 而且它可以重复多次观测 有很多有趣的和重要的理由来用摇杆传感器研究地下 比如寻找油气 数十万年前 当有机物开始转化为石油时 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用设备找到它们 因为它们位于地下很远的地方 像在雷达中使用声波 各层表面之间所产生的回波可以在地表被探测到 考古遗迹遗失的城市 尼洛河的干枯河床 传感器提供了测量地球物理特性的能力 并将其与考古遗迹的埋葬部分区分开来 这些非破坏性技术 在保存和管理这些非常重要的资源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当合成孔径雷达被安装在 诸如飞机或航天器的移动平台上时 探地雷达发射强大的特殊微波信号 并采集和特量经地下反射回来的信号 根据选择的信号频率 某一地下成分会引起反射 从而可以寻找地下的特定物质 探索沉积物和藻类 光学传感器是一种研究 上层海洋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距离海面约20米 包括测量叶绿素A和颗粒有机碳浓度的分布 这对于确定人类活动 对沿海地区或对珊瑚礁白化的影响很重要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并不昂贵的摇杆器 探索地下寻找秘密和宝藏 很多重要的东西是在寻找其他东西时 由于错误而被意外地发现 所以你只需要自己尝试一下 看看你能发现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